他曾是一名国防科技领域的技术人才 但一颗异动的心 让他主动放弃安稳的生活 投入汹涌澎湃的伤害 从一名联想的工程师 到同龄手机业务的联想集团副总裁 他倾尽了二十年的心力 凭借卓尔不群的业务能力 他将执掌的联想手机 从一年销售五十万台 跃升到一年五千万台 仅用三年时间就缔造了市场份额 中国第二全球前三的神话 这也成为他留给联想最深的职业烙印 他创新性地提出无生态不手机的理念 这是一种不同于手机行业传统制造派 和互联网营销派的全新玩法 突破智能手机比拼性能的壁垒 将眼光聚焦用户体验与独家内容 他带领我们走入了一个手机新世界 本期迎科时代智商 主持人杨帆 对话乐视移动智能公司总裁冯幸 带您领略这位手机达人的一路精彩 欢迎冯总走进我们的时代智商节目 都说冯总是营销专家 当然你身上的这个角色还很多 但是营销专家是很多人认同的 那我认为营销专家除了营销产品之外 首先应该知道营销自己 你怎么评价你自己的 不谦虚地说 我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能够比较好的抓住市场和行业的规律 可能作为营销专家至少得具备这些 您曾经在研究所 从研究所到联想集团 其实这是一部营销 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您把营销从商业和业务 扩展到人生的话 我反而就挺赞同了 我觉得人生 这个在人生的发展的过程中 营销是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 你如果不能表达和展示好自己 你怎么能让你的客户 你的合作伙伴信任你呢 冯信生于1963年河北人 1984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微电子专业 同年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 从事国防科技工作 1994年冯信从石家庄南下深圳进入联想集团 在联想期间主要从事销售业务 2010年冯信接棒联想手机的业务 领跑国产手机品牌 2015年1月 乐视移动公司接牌 冯信任乐视移动总裁 并宣布乐视正式进军手机行业 从一个研究所走到联想这样的一个绵营企业 其实要经过很审慎的这样一个考虑的 我是在审慎的前提下的冲动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有一个价值观是 叫科技报国 这个我身上还是有足够的时代烙印 那会儿大家最终的这个愿景叫做科学家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正在努力考大学的复习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大会叫科学的春天 所以真觉得科学的春天来了 大家的梦想都是科学家 当科学家是干什么呢 叫科技报国 科技报国在什么领域最能够体现呢 那就是国防科技 所以我就奔着这个目标去了 奔着这个目标就去了 所以一干就是这个十年 21岁参加工作 31岁离开那个岗位 其实如果不去联想的话 不离开的话 现在兴趣发展的也挺好的 那告诉我们有这么大的跨越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颗相对不安分的心 我94年离开的 真正产生离开的想法是92年 人民日报就有一篇社论 要是坚持市场经济 深化改革开放 给我的一个感觉呢 我就觉得科技可以报国 其实产业也可以报国 为什么不跳到这个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去 创游一番 去搏击一番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从那个机构里边跳到一个绵营企业 自己能做什么 能否适应新的这个环境 其实您自己心里不一定很有底 没底又有底 没底的原因就是 不知道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种特点和规律 有底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科研的机构里 还是有比较好的技术底润 当时中国村大的公司是四家 没有联想 就是当人去的时候是不大的 不大的 我想去联想 我也是做了调研的 因为联想的刘总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 所以我就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要跳槽 还不能简单的看 这个收入待遇 还得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心里边的 内心里的那个愿望 你去的那个企业 它是不是能满足你精神上的诉求 就是你们的契合点有没有有多少 是吧 这个一定要考量 如果在精神上的诉求不吻合的话 你跟待遇长久不良 这个民族企业以产业报国为理念 太符合我的愿望了 和价值观 和价值观了 当我想换换这个环境 换另外一种形式去发展 个人发展的时候 又能满足我这种报国的夙愿 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去 去了之后 为什么不全身心的投入 不计眼前得失 主演于精神层面的契合 冯信终于找到了 可以尽情挥洒才能的平台 零背景入职 他以一个普通工程师的真本 加入联想 原以为可以凭借自己之前 在国防科技的技术底蕴 驰骋江湖 赢得一席之地 但联想带给冯信的始料未及 才刚刚开始 刚才您说是因为我们自信 自己有技术才到了联想 但到联想一个多月之后 你就去做销售了 你怎么样的表现 让人家觉得您在销售方面 还是有天分的 联想那时候还是不大的公司 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 谁必须要做技术 谁必须要做销售 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 如果您不懂技术 您做不了销售 但重要的是 这件事是以销售为中心的 不是以技术为中心 对对对 对吧 那么你的上司好像 跟你说了一句话 怎么评价你的 还记得吗 说你对同事还是 这个思路还挺清楚 表达也不错 又有一定的技术基础 做销售吧 我们现在更需要去拓展市场 做销售 你有那份信心吗 我对我的呈现能力 有一定的信心 因为我在体制内的时候 也已经开始做管理了 这就不是太大的事了 感觉不是太大的事 一上阵发现 其实是很大的事 做技术 活作销售有很大的差别 您掏心窝子 把什么话都说了 也未必能把这单签了 因为销售有销售的规律 有销售的技巧 附加了什么东西 才能把这单子签了呢 我感觉 很多人就想说 哎呦 我说销售就是忽悠 但哪个成功的销售 是忽悠来的呢 是获取客户的信任 但是我们绝不能低估 客户的情商和智商 那么容易就获取他的信任 所以销售是一种 以技术为基础的 以你的智商加情商组合的 也是一门学问 举个例子吧 我去见了一个用户 我就口若悬河的都没让人家说话 从头到尾去介绍我这个产品好 服务好 技术好 迫不及待的去介绍 就介绍完 包括我在以前工作里的一些 使用的经验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一股脑都介绍给用户 结果呢 这单就丢了 我好像就是说 我从这个亮的天 就给人说到 都天黑了 我一直没有看用户的表情 我就自己就觉得 我这么真诚 我说的这么有价值 为什么就 这事儿没成 打击了自己一下吧 深深的打击了一下 什么事件破了这个局 有效的签下了这个项目 就破了这个局 在联想 刘总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要从别人摔的跟头里 找到自己哪儿疼 那您自己摔的跟头 都不知道哪儿疼 那您就永远摔去吧 你的痛点是什么 我感觉最大的痛点 就是没有关注用户感受 那么你成功的案例 你又把握了什么 我就是把握了 它的真实的需求 它到底今天 需要做这个采购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您这个产品 就能给它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您的服务 能比别人的服务 更好地解决它这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说 你自己好好好 你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您能把自己的产品 和技术的优势 与用户的需求 结合起来的时候 马上就奏效 把握住了用户感受 与用户需求 冯信似乎找到了 芝麻开门的那把钥匙 经历了从技术人员 到销售人员过度的震痛期 冯信在营销领域迅速打开了局面 然而除了这个关键点 它的营销宝典中 还蕴藏着怎样的逢世心经呢 时代之商 精彩继续 又是因为什么在联想得到提升呢 业绩 毫无疑问 联想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舞台 你不管你是从哪来的 靠业绩来说明你的能力 靠能力 这个决定你的晋升 94年就管我自己 那是94年底我加入的 两年时间 97年的年初 我就变成了联想集成北京公司的总经理 就管三四百人 这个路径还是在销售的路径上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晋升是在销售的路径上 从94年开始 因为联想的财年是4月1号 我干了几个月吧 95财年 96财年 两个财年 我每个财年给我的任务 我都是翻三倍的完成 我还就是把握住了 我做第一单时候的要领 抓住用户的真实需求 展现自己的真诚 和企业的实力 够了 当然了 我认为 这个2B的生意 需要很大的情商 2C 2B都是一样的 2C更多的呢 是运筹帷幄 你要做战略 做市场策略 做品牌的策略 然后通过品牌和市场活动 去影响用户 认同你的品牌 而非认同你本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 因为认同乔布斯 才买iPhone 因为苹果强大的这个品牌宣传 和它一个非常能够吸引力的一个品牌形象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企业 当然产品等等等等 2C的个人魅力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个2B 这个生意很大的程度 就是任何一个销售人员 你在一线的时候 你要感觉你自己就是CEO才行 你从头到尾代表的企业的形象 企业的实力 不信任你 就是不信任这企业 在联想还有一个案例 我们在做手机的时候 智能手机的时候 您从50万部 能够在多长时间内 卖到5000万部 三年 就是用了11 12 13 三年时间 你觉得你个人的作为在哪里 我觉得做了两件有价值的事 一个就是说 重新定义了产品 就是把我们从金字塔的塔尖 往下拉了一步 为什么拉了一步 塔尖的人群太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联想做手机的品牌 与那个定位段的用户不匹配 不对接 那个定位的用户 不太 当时不会太认同联想做手机 第三点的话 由于我长期给运营商做IT服务 我比较了解中国运营商的发展规律 我敏锐地看到了 11年开始 是运营商主导的手机江户 在当时的联想 没人看到 说到联想 为什么做千元机 联想的千元机 是因为有运营商大量的补贴 所以它才实际上 它才导致它能做得了千元机 别人怎么就不知道 运营商有补贴呢 您怎么 知道 但是他们转型不快 不够敏感 对 所以我第二大贡献就是说 和运营商合作 跟随运营商千元智能的战略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一款产品就振兴了联想的手机 我觉得您一定要问这问题 做什么好 你都不做了 直接说吧 我觉得你一定要问的 就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中 硬件的产 技术和产业 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大家做的 手机硬件 就高度同质化了 高度同质化之后 您比拼什么呢 您肯定还有的比拼 只是你不想在这拼了 我觉得在拼 产业就不健康了 业务就不健康了 因为纯做硬件的人 只能比拼 硬件的性价比 性能价格比 当性能 基本等同的时候 就剩下一个参数可变了 价格 所以说 大家都去杀价的话 就是红海 红海的时候 怎么生存 怎么继续发展呢 就剩下两件事了 要不坑自己 要不坑用户 冯信敏锐地感觉到 在手机领域 硬件性能的不断升级 并不再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此时 不仅需要他在产业上 经历一场革命 更需要他在思想上的一自革新 您能告诉我们 能令我们幸福的理由吗 离开联想 我找不到一个如何续写辉煌的模式 可我自己又不甘心那么快老去 如何将手机产业带入蓝海 抵达自己事业目标的又一个峰顶 成为冯信无法破解的难题 在反思与复盘之中 冯信等到了乐视集团创始人 贾跃亭的邀约 仅仅两个小时的面谈 冯信就决定重返手机战场 加入这家中国当下最具话题性的互联网企业 偶然的就碰上了贾总 乐视的老总 贾跃亭 老贾说 咱不做手机 不把手机当手机做了 把手机当服务做 打动我了 如果把手机当服务做 因为我模式不一样 营利模式不一样 产品形态不一样了 我发现还真的革命了 它是增加了这些功能了 还是改变了这些功能了 它实际上就是在硬件的基础上 改变了产品属性 无论如何您现在拿的手机 是以通信功能为主的一个通信工具 上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应用 都是您自己下载的 而不是这个手机 这个平台本身拥有的 下载的和你平台拥有的 体验完全不同 在一个由于你拥有和不拥有 你的盈利能力也不同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理念 以前是比拼性价比 现在要比拼体价比 体验价格比 您下一个客户端要一点 再点再点再点 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去看 然后用乐视超级手机 我的桌面就直接呈现了 所有的内容都是用视频化的语言呈现给你 只有到电视台才能看到的频道墙 在我的手机上非常直观地展示直播 那是不是你都是手机 你的设定的人群也是一些喜欢影视的这些 不 我不光喜欢影视 体育 音乐 动漫 所有一些互联网娱乐的人群 除了这些之外 因为我有还有一个桌面 是用大数据来分析的 您每天在打开这个桌面的时候 都是您喜欢看的内容 以后台可能对你的客户是有了解的 有了解 你只要是我的用户 我就会了解你 我了解你喜欢什么 你常看什么 我就会常推你什么 这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创新在应用上 就把日历做了很多关联 我们的日历里边有一个关注 你会关注影星 球星 球队 赛事 什么节目档期 等等等等等等 你只要点一个关注 你的日历上就会出现所有相关的内容 然后你每天都会有提醒 也许我 我这个年龄段 不需要这些 但是呢 当我这个60后变成 倒过来写成90后的时候 那些用户就不同了 当他看到他的日历上 提醒他今天下午三点 在手机上 三号航站楼 会有一个 会有你追的星出现的话 他一定会去 非常有可能 碰到一把鲜花 热泪盈眶 这些是乐视的一些资源 我会把所有互联网的应用 变成一个一个的桌面 而不是一个一个的APP 我要去APP化 所以我才觉得 在乐视做这个手机呢 它实际上在产品形态和理念上 由于我不把它做成硬件了 所以我就不指望硬件挣钱了 你指望什么挣钱 首先 您要成为我的会员吧 会员是有会员费的 会员收入的 第二的话呢 我的手机呢 要播放大量的这个视频内容 我有广告收入 我猜想会员会不会 你每月要收人家百八十的呀 我们一年才四百多块钱 其实我建议您还是把前面的会费给免掉吧 你既然就很少的话 你干嘛非要讨这个不高兴 培养我们这个国人 在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的一种付费精神 和付费习惯 特别是前几年的互联网 给人一种互联网就是免费 互联网就是烧钱 不 我们在硬件上是要赔钱的 我为什么敢定成赔钱的硬件呢 我有前向后向的各种服务性的收入 来补贴我的硬件 传统IT企业出身的冯姓加入乐视 似乎嗅到了一股二次创业的味道 从联想到乐视 他甚至没有给自己适用的时间 责任感与紧迫感交替窜身 冯姓每天都在接受思维的冲击与转变 逼迫自己每天学习 以半小时为单位安排事务 他称自己经历过传统 又感受了创新 手机这个海都红成这样 老冯和乐视你们怎么还想做手机 这不是找什么 我今天的发言主题是无生态不手机 就是我们现在的理念都不一样 传统厂家包括我以前 每卖一台手机给您的时候 就和您再见了 不成交可得老找你 不厌其烦的给你推荐 这产品很好 一成交就再见了 尽量别来找我 因为您找我就是因为手机坏了 但是我现在卖一台手机 是深度服务和运营您的开始 刚刚开始 我希望您长期能够付费续费 而且长期在观看 我给你提供的内容 您不付费都可以 您不付费只是看到的 内容的时效性稍微差一点 或者说在清晰度上略打一些折扣 您不是我的会员 您也是我的用户 因为我这个手机开机 您就是用户 在今天这个商业环境里 拥有一个活跃的互联网用户的价值 远大于这个硬件 挣上几百块钱 我说谈我为什么到乐视 我还是认同了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生态型手机 你的生态在这里边用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合适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 打造一个高品质 移动互联网生活的一个生态 那我说你是一个营销专家 你总是能把这些东西 能够结在一起 来了一个什么 无生态部手机 搞的人大家都明白不明白 什么叫无生态部手机 于是就关心了你的乐视 关心了你了 我们要说 我们的手机不是传统手机 也不是简单的智能手机 我们是生态手机 什么叫生态 好奇的人去了解 了解一下就发现 我们对生态有自己独特的 解读 解读 我们不光有内容 还有一个强大的播放平台 云平台 在全国有几百个CDN的节点 保证你的流畅 就是播放的体验的流畅 我们还有强大的终端 你看你就关心我的手机了 还有电视 另外我们还有很强大的应用 我们加在一起才是生态 是真的营销无处不在 我们说的营销是个大营销 那么特别是你看到乐视之后 你开的这样一发布会 你又推出了这么样一句口号 无生态部手机 对 后来我们的创始人就把它改成了 无生态部超级了 你们的手机叫超级手机 我觉得在这方面 确实是很佩服 能够通过你的这个营销手段 是在不知不觉的 让大家认识并且认知 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下期时代智商 杨帆对话天津耳朵眼 饮食集团董事长朱宝军 一起品味他以情怀 与责任调制的天津味道